让五岁的孩子能够上学 慈激志工伸出了援手 帮助这一对住在马来西亚 槟城的祖孙 让外婆能够因此放下心中大事 五岁的刘翠尔 失去相依为命的母亲后 改由外婆抚养 老人家一心想让孙女就学 然而自己只靠每个月 五百令吉的政府福利金过日子 根本负担不起孙女的教育费 只好向慈激求助 慈激志工接获提报 立即前来家访 之后安排刘翠尔 就读慈激幼儿园 也提供学用品 这才让外婆的心安了下来 今年2024年一月 就给她去教育中心 上幼稚园先 这样有叫她的阿嬷去找 看有人载她 这样阿嬷就找没有人 我就想不然我载她 阿嬷就很高兴说我载她 她就放心 她说给别人载她不放心 我们现在可以帮了就快点帮一点 因为师父想跟我们讲 就是要应该要做的东西 又快快做了 就是这个是 我们看到了 跟我们的姻缘看到了 就要去帮她 教育翻转人生 齐许刘翠尔在志工的陪伴下 完成学习路 创造属于她的未来 来新闻蔡里根马来西亚报道